还说什么求不求的 你说便是了 陛下 臣父想为杨肃求个情 杨肃 不像 家罗 你是糊涂了吗 他是宇文户的爪牙帮凶 当初还一直监视朕 简直就是死有余辜之人 这样的人 你竟要为他求情 朕告诉你 朕是不会放了他 朕也不想杀了他 朕就关他一辈子 折磨他一辈子 让他活受罪 陛下 我听闻 宇文户被抓之前 只有杨肃一人在帮他 是啊 那又如何 已经到了那样的境地 谁都看得出来 宇文户大势已去 连杨肃也不例外 但他仍然拼命保护宇文户 此人对主子的忠心 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他若跟了你 便会尽忠于你 忠心 你居然说一个作乱之人忠心 是 家罗认为 他之所以没有效忠于陛下 是因为他效忠于宇文户 他既已选择了宇文户 便只能为其主谋其事 是啊 连你也说他选了宇文户 做他的主子 那他便要为他的选择 付出代价 这种是非不清 正邪不分的人 你还来为他求情 杜孤家罗 你是不是做好人 做上瘾了 陛下 正因杨肃 曾与宇文户关系密切 你若放了他 还有五位亲王 他们必定 会对陛下怀有感恩之心 而陛下 也会赢得宽容之美名 宽容之美名 你难道要朕 为了一个所谓的美名 就养虎为患吗 杜孤家罗 人的善良 也是应该有底线的 你知不知道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今日若对敌人仁慈 他日便会自食恶果 况且 若朕着了他们 那么日后是不是 谁都可以造反了 可是陛下 不用再说了 朕自有定度 是 那臣妇 先告退了 已经到了那样的境地 谁都看得出来 宇文护大势一去 连杨素也不例外 但他仍然拼命保护宇文护 此人对主子的忠心 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他若跟了你 便会尽忠于你 杜孤家罗 我为何就不能对你的话 充耳不闻呢 大胆 陛下驾到 还不快跪拜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行了 朕知道 你想败的不是朕这个陛下 罪臣不敢 你有何不敢呢 朕看你倒是什么都敢 陛下 罪臣自知犯下滔天大罪 难逃一死 冤赌服输 要杀要挂 任由陛下处臣 愿赌服输 你赌什么了 罪臣一直知道陛下 与大中仔不合 终究有一日会拼个你死五活 所以罪臣必须选择一方效力 本以为大中仔会赢 可还是输了 你倒是有点意思 既然你选错了 赌输了 那你知道你的下场会是什么吗 知道 不就是死吗 死有何惧 二十年后 我杨肃又是一条汉子 既然你都不怕死 那朕便成全 陛下 其实陛下也有错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既然都要死了 我也不怕说这个杀头的话 陛下 你有错 你放任宇文户胡作非为 任由他压榨百姓 不就是为了抓到他的把柄呢 可陛下你有没有想过 正是因为您的私心 才导致大洲一步步落到今天这个境地 你故意装作听宇文户的话 你故意中锋卖傻 那说明 你根本就没有勇气和宇文户对抗 宇文户那个人虽然坏 但他坏得众人皆知 陛下 你的城府可比宇文户深多吗 若说宇文户无量 那么陛下 你也是无道天子 你 你竟敢如此忤逆陛下 来人 拖下去 账大一百 慢 没想到啊 你倒有点胆量 有点见识 那朕问你 如今你的老主子宇文户已经死了 若是给你换一个新主子 你也会效忠于他吗 自然会 忠于主人是侠士的本分 侠士 你倒挺敢自称的 现在宫里缺一个舞伯 一个不用监视朕的舞伯 你敢做吗 谢谢陛下 除掉宇文户后 宇文雍遭下